最漫長的一日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扎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何西亞書十三章一至九節 从前以法蓮支派一说话 人们都恐惧战经 因为那支派在以色列举足轻重 然而 以法连人拜巴力犯了罪 他们就注定要遭受毁灭 现在他们继续犯罪 製造银杖 用人手精工铸造偶杖 然后呼吁 向他们献祭罢 跟小牛偶杖亲吻罢 因此 他们要消失 将祖神的武器 将阳光下的朝露 将被风吹去的康披 又将从烟通飘出的烟 自从我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我就一直是上主你的上帝 除我以外 你不可承认别的上帝 因为并没有别的救主 我曾经在旷野 在那干旱无水之地看顾你 但你吃喝饱足以后 就骄傲起来 把我忘记了 因此 现在我要将狮子来攻击你 将炮子埋伏在路边 我要将失掉幼子的母红 把你的心撕掉 我要将饥饿的母丝 把你吞誓 又将野兽把你撕碎 以色列啊 你快要被毁灭了 我 你唯一的帮助者 要毁灭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夜变念的上帝 如果我们不明白 以色列的历史 只是读荷西亚书这一章 就会觉得上帝很残忍 他本来是以色列的牧者 现在却因为子民的背叛 一夜之间由牧者变成狮子和炮 要攻击自己的子民 不过 如果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历史 就不会认为上帝多变而怒 他说 自从子民出埃及以来 他就是他们的上帝 祭祖以色列出埃及以来 上帝带领子民经历过什么 十灾 过红海 旷野的云柱火柱 在西内山岭受律法 建立约柜和圣幕 进入迦南等等 后来 上帝让以色列人有他们的王 大卫的风公伟迹不在华下 所罗门更加可以为上帝起圣殿 那么蒙爱的一群 竟然一再拜偶像 忘记上帝 不听历代先知的警告 现在 你明白上帝在作出惩罚之前 有多忍耐吗 数百年来 上帝人令祂的子民 经过无数大小的困难 祂一直猜浅祂的仆人 规劝他们 在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 上帝才施以懲罚 所谓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上帝再三警告 如果我们一再缝盈 祂亦都会降下懲罚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